是六四事件31周年 那每年6月4号这一天 香港非政府组织都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烛光晚会 吸引成千上万人出席 那来到今年 由于香港目前依然笼罩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阴霾下 这场维持了30年的六四烛光晚会呢 在今年第一次中断了 不过香港人依然举办了不一样的活动来悼念六四事件 而根据BBC中文记者的报道 香港人今年在六四集会上呢 也加入了反对逃犯条例反送中的口号 比如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 无大诉求 缺一不可 等等的标语 受到疫情影响 六四烛光晚会30年来第一次中断 以往用来举办晚会的维多利亚公园 也被围上警戒线和围栏 主办方式联会因此改为举办遍地烛光倒六四活动 呼吁民众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点燃烛火 并将参与活动的照片 上传到社交媒体 来到傍晚 支联会代表不顾禁令 端着蜡烛闯入维多利亚公园足球场 坚持举办烛光晚会 从高空俯瞰 现场目测有上万民众聚集 早已违反禁止八人聚集的禁令 而出席者虽然戴上口罩 但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他们也坚持不后悔出席这场晚会 除了香港 台湾自由广场昨晚也举办烛光晚会 吸引超过两千人参与 出席者以手机灯光 或者利用平板电脑播放虚拟烛光 来取代真正的蜡烛 香港知名词曲创作家林希 以及曾经亲历六四的学者吴仁华也到场声援 最后群众以演唱反送中代表歌曲 结束这场晚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